欢迎收看小高 一路杀到了WTA500日本东京站的决赛 郑亲文没有让支持自己的中国球迷失望 在此前的武汉公开赛决赛 郑亲文留下了遗憾 而且因为伤病 郑亲文最终缺席了宁波公开赛 在WTA500日本东京站的比赛 郑亲文进入了决赛 他的对手是美国球员肯宁 肯宁在2020年拿到了奥网冠军和法网冠军 那是他最好的时候 此后肯宁的状态一路下滑 世界排名来到了第155名 不过东京站的比赛 肯宁是一路逆袭 击败了9号种子博尔特进入了决赛 虽然世界排名上郑亲文遥遥领先 但是两个人从来没有交手过 所以比赛还是有难度的 这一场比赛 两个人还遭遇了因为雨水比赛暂停 在首盘比赛进入了抢7后 郑亲文抓住了机会 7比6拿到了第一盘 第二局比赛 郑亲文打得更加的轻松 他6比3拿到了第二盘比赛的胜利 最终2比0击败了对手 拿到了WTA500日本东京站的冠军 这也是郑亲文职业生涯 第四个巡回赛冠军头衔 拿到了WTA500日本东京站的冠军 郑亲文可以拿到多少冠军呢 根据赛会的规定 拿下比赛的郑亲文可以拿到500积分 奖金方面 郑亲文拿到了14.2万美元 不过这笔奖金 并不是郑亲文一个人独享的 根据相关规定 作为中国网球协会会员的郑亲文 需要缴纳11%的奖金给网协 如果再扣除相关的费用 比如说个人所得税 经纪人 团队等等 郑亲文最终能够拿到 50万人民币左右的奖金 不过郑亲文交给中网协的奖金 也不是白交 当郑亲文备战亚运会 奥运会等比赛的 中网协不仅会拿出资金来进行资助 还会在各种资源上倾斜郑亲文 帮助郑亲文更好的备战比赛 而且郑亲文可以优先的参加 在国内举办的比赛 拿到100万的奖金 这也让郑亲文在本赛季的奖金 来到了325.45万美元 郑亲文的职业生涯奖金 来到了600万 不过相对于广告代言收入来说 这些可能是毛毛语 因为郑亲文的代言收入要高得多 不过相对于广告代言站 然后恢复线里来也给练习